就是这架菲律宾航空马尼拉飞香港的PR-318客机 原定当地时间周二早上10点10分起飞 却因为地勤作业疏失 飞机后推时机翼撞到左侧 华航CI-702马尼拉飞台北的客机 意外发生后两架客机都暂停任务 菲律宾航空机上的旅客全数下机 改搭另一架客机 班机延误近两小时 在当地时间1点06分起飞 香港时间下午3点24分抵达 华航班机原本就是来回班 再旅客到马尼拉后 再载另一批旅客飞回台北 因为这起事故 华航只能调派另一架飞机到马尼拉 因此起飞时间更晚 改到当地时间晚上7点40分 延误近9个小时 预计晚间近10点才会抵台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